大家好我是来自GloriousTimepieceGDC4的小刚 那今天影片这一支表 我个人非常推荐作为一款 真的是百大热用通勤的机械表 那影片今天让大家看到的这一支 也是可以说 是真的不容易可以看到真的表 那因为据我小刚所知 好像不是每一个国家跟地区都有在卖的 这一款这个颜色 那也就是今天影片看到的这个民间 俗称Tiffany Blue 有这个Tiffany这种微微浅蓝中 又带一点微微的绿的这种表盘的颜色 这一款全新的 今年2022发布的这个梅花 Dintoni Airmaster这个系列 大家都懂了 这个梅花Dintoni 绝对是有实力的百年大品牌之一 但是可能很多新手还不知道 其实Airmaster是非常有历史的系列之一 那我在这里就放一些这个古董 这个老款的Airmaster 他的这个手表 一些照片让大家看一看 那可能你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那不论是这个旧的 到他现在推出这个新的 都一样有一个东西 非常类似 就是他这个表格的设计 他维持着他整个经典这个Airmaster 这个表格的这个线条 他这个腰线的设计 第一眼看下去 感觉就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高贵优雅 而且真的没有什么表 有这一种造型 我跟你说同级来讲 真的是 这一支表啊 完全 我可以说造型非常的独特 绝对称得上是梅花的经典设计之一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一支表格 有非常古典优雅的这个曲线之外 他的这个表耳侧边和内侧的导角 其实是做了这个镜面抛光 你会看到 那再搭上他表耳正面 又用了这种拉丝处理 那整个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 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还用了这种非常独特 这个钻石造型的表冠 这个龙头 你从某一个角度去欣赏这支表 你会看到 我真的是仿佛在看这种爵士美女 那最新推出的这个Airmaster 也定在非常完美的 这个40mm的这个尺寸 而且厚度 你戴在手上 从侧边去看 真的非常的包 上手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表盘设计非常的简阅 指针和石标刻度这些 都用了这个抛光的效果 简阅风也是目前 审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之意 那让你一眼就能把注意力 放在这个表盘的这个色彩上面 那我个人小刚觉得 如果换上我平时玩的这种 高级2UP的这种表带 真的针字表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有味道 那你翻过来后盖 他是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类似帆船的这个图案 那我觉得一帆风顺 纵横四海 都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图案 那内部的机型也是一样搭载了 这个目前瑞士Selita SW的这种通用的机型 绝对非常的耐操耐用 热后保养维修也非常的方便 主要小刚想讲就是 才马币几千块的售价 所以绝对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 那这一支Airmaster也算是我在2022年 非常喜欢的表款之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